詞曲 李宗盛 不知道你人生中會否遇到很多問題 我有三個小朋友 所以我經常遇到很多不同的狀況和問題 以往我都會覺得這些是很煩的事情很難的事情 但有一次我聽到有個朋友的分享 他是一個醫生 他說當他巡訪的時候 因為很趕 所以他沒什麼時間去照顧病人 很快看一看他的案子 沒什麼簽名的走 有一天他就照顧他巡訪 然後其中一位病人是一位老公公 問候他 醫生你今天好嗎 他因為很趕 沒什麼理會他就走了 但他的心就覺得好像很衰 所以他之後回去找一位老伯伯 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近來真的很忙亂 兩個小朋友又有很多狀況 又沒有什麼休息自己 所以很累很猛狀 所以剛才不好意思 跟你說話 然後這位老伯伯 就跟他說了一句說話 老伯伯就說 唉 我真的願意 用我任何東西 去換取你的煩惱 然後這句說話 就捉住了這個醫生朋友的心 他就覺得 是呀 其實人家 現在在病床上 已經沒有機會再去遇到這些困難 我每一天還有健康 我還可以去服侍我的孩子 我還可以去服侍其他病人 在工作中 雖然很累 很多的煩惱問題 但我依然很健康可以去做到 其實一切都是因典 所以他開始就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他現在面對的事情 他發現全部都是Happy Problems 這個說話也進入了我心 從那時候開始 我經常會記得 所有我現在面對的事情 其實都是Happy Problems 都是解決到的 只要有上帝 只要我一釋上傳 其實這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被解決 而且都是Happy 因為至少我可以去面對 我也鼓勵你 如果你正正面對不同的問題 我很想你在心裡 嘗試捉住這個Happy Problem的想法 面對這一切的時候 你依然可以感恩 祝福大家 有些時候 在你動物中 即使有時 都可以擔心 有時間